有东部棒球传教者之称的陈根源 是台东贝南族人 也是根源碑绍棒的创始者 之前台湾上映的电影Cano 就是以此翻拍 并且将台湾的棒球再度掀起一股风靡热潮 当年活动的现场也来了嘉宾前县长陈建年 根源碑会长陈寅 以及台东县体育发展基金会董事长陈建贤 一起为闭幕赛事支持以及参与 最尊重的我们的前县长 我们陈建年陈县长 那么以会的我们提基金会的 那么也是最支持我们根源碑的各位校长 各位前辈们 为了我们这个球场 把我们主力迁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还跟我们教育部争取了将近四亿的金会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场地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陈县长 就是因为有他的大力的推动 我们台东的棒球 还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场地 我们今天才能够比赛 所以我们是不是小朋友们 我们在座的给我们陈县长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各位贵宾 还有台上的各位拉拉队 家眷 还有我们各位教练 还有几位校长 还有裁判 议会的二十二队经过三天的赛程 产生出了今天的冠亚军 还有季军 还有第四名的团队 本来应该让副会长 我们的秘书长 等一下他会来支持 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幕后的支持 支持的很多的爱好棒球 尤其是恒喜我们少棒的 这个选手的一些资助者 我在这里特别的感谢 也要感谢后头 这一些刚刚介绍的 我们今天的球赛到这里圆满结束 那丰田国小拿了冠军 也恭喜他们 那么希望大家明年再见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参赛的队伍 那也希望这一次 借着这个根源杯的重启赛事 能够创造出 比过去台东更辉煌的 一个棒球的风气 那明年我们会再提早来筹备 那把这一次的经验呢 当作是我们下一次的一个 更进步的一个基础 那在这边也感谢所有幕后的工作人员 谢谢大家 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台东举办的比赛当中 除了已代表台东县15支队伍外 上有来自台中大人 台南市安庆与协庆 花莲光复 高雄金坛及中正等共计22支队伍参赛 过程相当精彩 让在场支持棒球的民众们 陷入了一片疯狂 比赛到最后 仍由台东代表的方田国小A队夺冠 不要紧张 这是你的球场的舞台 所以你要很自然 得奖感言哦 很辛苦 很辛苦 值不值得 值得 值得 平常都怎么练 听说你的球数很强 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 这样那个捕手代替就 就是捕一声非常强 很漂亮是不是 还是捕捕 队伍也同时兴奔的 偷帽高举欢呼结束了这场比赛 并且与民众相约 明年再次相见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导